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涨幅度为0.1% 深圳则涨幅为0.2% 目前上海证券上证指数也是达到了过去一个半月以来的最高纪录 那欧洲方面除了英国以外 德国和法国出现下跌 但是整体幅度都比较小 美国三大指数则继续创新高 大家越担心它越上涨 纷纷刷出历史最高点 平均涨幅为0.8% 那么在黄金方面呢 昨天价格也是轻微上涨了 大约是2美元 现在是1322附近 石油价格则继续刷出两年半以来的新高 目前达到63块8毛钱 那么在这个比特币方面 昨天比特币价格下跌1000美元左右 目前是在13300美元附近 而美元指数呢 在外汇上面也是再次下跌 目前又一次逼近到了过去7天的最低价 同时也是过去两年以来的美元指数最低价 应受此影响的话呢 澳元欧元和英镑价格在昨天晚上和美元的汇率纷纷出现上扬 在今天我们热门话题中着重跟大家说的呢 就是现在火爆的数字货币 以及咱们比较纠结的投资心态 应该说2017年一年呢 这个数字货币都是非常的疯狂 只要任何和它搭上边的产品 都可以说是一路疯涨 那么这不上星期 中国有一家这个上市公司 原来是做果汁的 后来改名呢 叫做未来科技 也没有明确说要做什么数字货币 但是它的股价就立刻上涨了200% 同样 在美国原本已经破产倒闭的这个 但是还在交易的柯达交卷 做这个交卷的柯达 他宣布呢 将会发布柯达币 光是这么一个破消息 让柯达的股票也再一次在一天之内上涨170% 那我也真是非常的无语 不由感叹呢 这个疯狂的数字货币时代 不如说它是一个投机倒把的年代 你如果投机成功 你就起飞 你投机失败 那就去扫厕所 是吧 毫无疑问的是呢 这个目前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2018年与数字货币相关的行业和产品依然非常火爆 但是即便它再火爆 它依然属于是边缘性产品 就好比呢 是像一个快要 这个之前是一个垃圾股快要退市了 只有一分钱 经过连续不断的涨 现在涨到了一块钱 但它虽然说比一毛 一分钱呢 是涨了一百倍 但是和那些市值几百几千块钱的龙头股相比 它还是体量非常之小 那么很多朋友就要问了 那这个一分钱涨到一块钱也是涨了一百倍啊 是吧 比特币现在每一天有可能上涨百分之十二十 其他的一种小货币上涨幅度更大了 那如果我压个十万块钱 说不定明天就变二十万 后天能够变四十万 但是话不能这么说 你的钱明天可能会变二十万 但也有可能你这十万块钱明天就变成五万块钱 后天就变成两万五千块钱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永远就只是想到这好的一面 想到暴力的一面 但是没有想到呢 因为暴力所产生的风险 我们背后呢 这是一个比特币和黄金 现在比特币价格早已经超过了金价 黄金价格一盎司才一千多美金 比特币一个现在是一万五千美金 足足可以买十盎司的黄金 十盎司的黄金等于多少呢 三百多克 如果我们说以一万五千美金除以一千三 再处得准确一点 甚至于说他可以买五百克黄金 也就半公斤的黄金才等于一个比特币 那你说比特币的价值真的有这么高吗 虽说他是第一货币 但是现在成千上万的其他乱七八糟货币 同样也拥有着比特币的功能 那么他不像美元有美国的强权领导 比特币的背后有什么因素支撑着他 占据着现在一万多的市值 在我看来并没有 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市场上 有人做长线就有人做短线 有人做投资就有人做投机 就像我们吃菜一样 有的人喜欢吃甜 有的人喜欢吃辣一样 就像我说 我本人并不是看好比特币的价值 我也不认为这些数字货币 能有这么高的价值 但是我不看好 并不意味着你不能看好 我记得我从哪看过一句话 我忘了做的是谁 他说到呢 这个我不赞成你的观点 但是我可以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 所以我本人虽然不看好比特币 我也不觉得数字货币值那么多钱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投资者 是认为数字货币还会上涨 同时如果您觉得数字货币的预期值 以及它的风险可以承受 那你也完全可以把它做成 风险投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像我说了一句话 白菜萝卜各有所爱 如果你真觉得你喜欢数字货币这一口的话 那么常常先也未尝不可 但是千万记住 风险打开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 今天晚上在12点30分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重要通货膨胀数据 有点连消货 contrach 像我还没有往前 我想连强忧 感谢观看